原來自瑞典H&M旗下的服飾品牌 COSE全台第一間店在今天正式開幕了 地點位於台北101的二樓 比較靠近新一路的出口 其實從手扶梯上一上來就會看到 COSE的這個招牌是非常的大一目了然 好那麼COSE它其實是有兩個入口的 我們現在先從女裝的入口進來 一進來其實可以看到非常簡潔的這個擺設 不管是這個休閒還是正裝其實都是有的 比較有特色的是他們這一些擺衣服的家具啊 全部都是從歐洲運過來的 是非常有特色 其實他們就是強調的是環保 所以它其實裡面有一些這個環保的材質在裡面 那我們再往裡面走 其實COSE它比較有名的 包括像是一些女生的小洋裝啊 其實一邊走這些擺設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的 那再往裡面呢其實 可以看到的是包含像他們的耳環 項鍊還有一些配飾的部分 在這裡呢 這個櫃子都是一目了然的 消費者其實手上手是可以直接抓起來看的 這邊都是沒有就是封閉的狀態 那其他的衣服呢 我們來看到大家最在意的 其實就是價格了 我現在隨便手上拿一件像是這一件啊 這個長袖的毛衣 大概秋冬比較容易穿到 它這一件價格我剛剛幫大家看過的 大概是3500塊台幣左右 其實他們整體的衣服價格呢 稍微比日韓便宜一點點 它關稅的關係所以比香港貴一點點 價格大概是從1000多塊 到大衣的4-5000塊6000多塊都是有的 其實它是主打這個DP值很高 而且品質非常好的一個特色 好 那麼我們現在進來的是Cost的更衣間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它整個更衣間的顏色基調 都是以深綠色為主 主要呢就是呼應他們品牌這個環保的原則 比較特別的是它更衣間有一個巧思 我們先看到它其實更衣間的空間是非常的寬敞 如果要換衣服的話還有椅子是非常舒適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他們的燈光是可以調整亮度的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現在把它調暗 那整個更衣間的顏色就是比較暗一點 那我把它調亮 可以看到這個明亮度其實有蠻明顯的變化 這個比較大的特色其實是讓一些在更衣的時候 習慣可能有拍照的人啊 他們可以看到自己穿的這個衣服 在不同的色調上還有這個不同的亮度上 分別呈現的是什麼感覺 分別呈現的是什麼感覺 同樣大家比較在意的價格部分 我們也是隨便抓一件剛剛幫大家看了 這一件呢真知是小燕長袖的 價格是台幣2900塊 那麼其實剛剛有跟大家分享的女裝的價格 其實男裝的價格也差不多是落在這一個 一千多塊到五六千塊之間的都是有的 所以CP值其實還算是蠻高的 雖然說我們可以看到男裝整體的 陳色的區域呢 其實是比女裝稍微小一點點的 不過其實如果你要從休閒的角度來看呢 或者是正裝的角度來看呢 其實它都是有這個賣的 就是可以提供消費者幾乎是各方面的需求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TVBS新聞網 來幫大家開箱COS首間門市的開箱影片 第3位置 香港開箱 突然間在任何市場上 都市場上 有記者 如果 從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